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妈妈对不起你 亲爱的 毁了我自己 还毁了我哥哥 其实放手也是一种幸福 一个荒唐的家庭关系 最终酿称无法挽回的悲剧 李宗盛生个男孩 我想想玩乐子 是精心策划还是无奈之举 为了追求爱 他曾不顾一切 失去爱的筹码 他又将如何拯救 寻找迷失的爱 忏悔录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 拿什么拯救我的爱 即将播出 2009年12月的一个深夜 南阳市铜改县的一个居民区中 一阵阵的警笛声刺破了小区的沉寂 一个衣着单薄的女性被压上警车 当时我都呆了 我都在上看 我真的发呆了 完全都空白了 想不起来了 在他身后 是惊魂未定的七岁的女儿 整个人都失去理智了 平常都不是那个样子 女儿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 让这位母亲又恢复了些意识 随着警车的离去 在那个寒夜所发生的悲剧 将注定成为这个女人一生的噩梦 这里是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 张晓清在狱中已经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这个人性格就是比较内向 就是说的严重一点 有点懦弱 在监狱民警的眼中 张晓清是一个严重缺乏独立意识的人 直到一次亲属见面会后 民警们才意识到 在张晓清用沉默集成的后检内部 是巨大的痛苦 2012年 监狱考虑到张晓清入狱两年多以来 还没有见到过女儿 主动联系了张晓清的亲属 带女儿前来探望 就在这一天 张晓清的情绪崩溃了 那天下着特别大的雨 警官就是带着他 然后去接电完以后 整个路上他都一直在那哭 一直在哭 我就带他 然后到他们的监设里边 当时我在监控里边 然后就看见他 整个人就是呆到那儿 完全都是没有一点意识的 经过民警的一番安慰 张晓清才吐露 是女儿的表现 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 好像胆小如初那种 不敢说话 都是你问他一句 他说一句 说了这个事情 给小孩带了很大的伤害 特别指责 张晓清所说的这个事 究竟是什么事 会让一个女孩 如此性情大变呢 除了女儿 张晓清其他的亲人 对他也鲜有问津 入狱七年来 丈夫只来过三次 而两年前最后一次探视后 丈夫的手机号 就再也无法打通了 在监狱度过的每一个夜晚 对于张晓清 都是如此的漫长 他说 这些年 一幅画面又如梦魇一般 始终在他的脑海中 不停的闪现着 挥之不去 两个孩子摔下去了 我都会晚上会 哇哇 我都会哭醒 而有时 另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也会在张晓清的眼前浮现 他们那样搂了我 哎呀 这种感觉特别幸福 也时常那种 想 想了想了会笑 究竟张晓清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让他在噩梦和美梦之间备受煎熬 他又做出了什么事 令自己不得不在身牢大狱中 苦度青春 受到亲人和爱人的冷遇呢 这一切还要从二十四年前的一次相识开始 1994年 18岁的张晓清离开四川老家来到新疆大谷 有一次过八月十五吧 我从我姑家回来回到厂的时候 他也是没有亲人没有啥 然后我来世界上捧了好多月饼嘛 我都给他那一个月饼 他忘了我笑了笑 这个他 名叫雪峰 是厂里的吉修工 一刹那 少女的好意打动了拥有同样漂泊灵魂的雪峰 很快雪峰向张晓清展开了追求 因为我是四川的嘛 特别爱吃辣椒 他还经常会买点那种比较辣的视频 我们经常每个星期天都上公园玩 还拿着照相机 拍照片 拍了好多 爬伞 我说爬不动了 累了 他说 有件事背着我上去 真的 我感觉 那个时候真是可幸福 可幸福 一次又一次的花钱月下 一句又一句的甜言蜜语 这对热脸中的人很快产生了爱情的结晶 张晓清怀孕了 得知消息后 雪峰立即向张晓清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然后他要发誓说 我一辈子会对你好 我只要我能所关心你的 爱你的 我全部都给你 听到这些话 我真的很感动 我都发誓我说 只要他能对我好 我不管他穷也好 富也好 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没有 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就这样 两人回到了雪峰的老家 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村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如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 雪峰的家也徘徊在贫困线上 不过在全家人的期待和照料下 他还是沉浸在即将做母亲的幸福感中 然而 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着恶意的玩笑 就在张晓清临产之际 他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重大的打击 他的死功打出血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力抢救 张晓清总算保住了性命 可是孩子却因期待绕紧 窒息而死 但是我心死的心都有了 张晓清没有想到 命运要比他预想的残酷的多 这次流产只是厄运的开始 在剖腹产手术后 张晓清就再也没有来过月经 为了治疗 这对夫妻只要挣到一点钱 就拿出来四处求医问诊 今年下来 治疗费用如流水般消失 可等待张晓清的 依然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极有可能终身不孕 我都觉得他对不起他 他对不起他们家人啊 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对他的男人 以及整个家庭会带去什么 张晓清说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痛苦 他自卑 甚至对未来充满了担忧 而此事丈夫的话 犹如透过阴霾的一缕阳光 照进了他的心里 他都对我承诺说 先不要孩子了 等我们把声音做起来了 做好了 挣多钱了 再去看 所以真要是看不好 我们都不要孩子了 这辈子 2002年 张晓清和雪峰决定收养一个孩子 当一个只有七天的婴儿躺在张晓清的怀抱中时 他的心融化了 他感受到了成为一个母亲的心情 真是走哪抱呢 胳膊疼得不行 我也不顺便就放到地下走 我也希望 这个孩子 也能流入我老公的心 张晓清说 他期盼着这个孩子能弥补对丈夫的亏欠 留住这个男人的心 就这样 一个三口之家建立起来了 两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创业 生活终于有了 经济条件逐渐宽裕起来 更令张晓清欣慰的是 丈夫对女儿也是宠爱被制 要什么给她买什么 买玩具 买这买哪 她要什么都给她买什么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女儿已天天长大 家中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尽管不能生育的隐忧 还会时不时的困扰着她 但在张晓清心中 现在的生活已然近乎完美 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 将张晓清的美梦彻底记碎 2007年的一天 张晓清正在门店中忙碌着 一个年轻女性走了进来 来找了我 她们发现的是我老公的孩子 那时候几个月了 都三四个月了 真的我一下都懵了 我不相信啊 震惊 疑惑 愤怒 瞬间填满了张晓清的心间 她迫不及待的找到雪峰对质 雪峰的一番说辞 让张晓清意识到 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担忧 还是成为了现实 因为爱她伤害 因为软弱她疯狂 悲剧背后是怎样的内心隐秘 爱恨交织中 她该何去何从 没做太多抵抗 雪峰就向张晓清承认了一切 雪峰解释道 由于商业应酬 不得不和客户经常光顾按摩店 就在这期间 自己认识了一个叫王丽的服务员 王丽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后 导致公外孕 雪峰出于善意 主动帮助王丽联系医院 进行了手术 王丽了解到张晓清不能生育 表示为了暴打雪峰 愿意为她生一个孩子 生下孩子后会自动离去 张晓清这才明白 其实这么多年来 丈夫对她不能生育的事实 一直耿耿于怀 那些誓言和抚慰 不过是自我欺骗的麻醉药罢了 一番争吵过后 冷静下来的张晓清 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原谅丈夫的行为 第一个原因是特别爱她 不舍得离开她 第二个是 我有不费心 还有特别自卑的那种感觉 半年之后 王丽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三人来到律师事务所 签署了公证书 王丽的女儿 由雪峰夫妇抚养 二人给王丽三万元 作为补偿 在张晓清的心中 自己的隐忍换来的 是要回到正常轨道的生活 此时她并不知道 事实并未像她预期的那样 生活反而像一列脱轨的列车 夹快 驶向了毁灭 由于雪峰要照顾生意 抚养女儿的重任 又一次落在了张晓清的肩头 张晓清坚信 自己对孩子的爱 对丈夫的宽容 一定会拯救这个 因为不能生育 而遭受不幸的家庭 几个月后的一天 张晓清接到王丽的电话 表示想要来看望孩子 张晓清没有多想 当即表示了应允 就在王丽进门寒暄的时候 突然腹部一阵疼痛 雪峰赶紧把 没有想到医院的检查结果 令张晓清顿感崩溃 张晓清这才明白 王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在生产后 她一直和雪峰保持亲密的关系 伤心欲绝的张晓清 无计可施 只得借酒交仇 想到丈夫的接连背叛 张晓清痛不欲生 用玻璃 她狠狠地划伤了自己的手臂 她说的意思是 我只是想利用她生个男孩 你们两个不一样 她说她是我的结婚夫妻 也许是最后的这句话 彻底击碎了张晓清心里的防线 她又一次做出了妥协 但和第一次不同的是 这次王丽正式住进了 张晓清和雪峰的家中待产 看着丈夫和王丽亲热的样子 张晓清的泪水 只能默默地在心中流淌 时间一天天的挨过 终于到了王丽分娩的日子 这一次王丽又生下了一个女儿 张晓清本以为 王丽还会像上一次一样留下孩子 然而王丽的态度却令她大之以惊 那个女孩她不让我们养 她也坚决不让 她也不给 也不说要钱 她也不要钱 一改往日的态度 王丽展现出了一副强硬的姿态 不仅不把女儿交给夫妇二人抚养 也不打算离开雪峰 面对疯狂的王丽 张晓清厮守着最后的底线 奋力抗争 她坚决不同意和丈夫雪峰离婚 但她不曾想到 这最后的底线也即将全盘崩塌 2009年12月的一个晚上 王丽的母亲突然找上门来 逼迫雪峰在两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 一阵沉默过后 这个男人终于做出了决定 她说你们两个 我只能选一个 她说我选的孩子 听到雪峰的这句话 张晓清的世界崩塌了 她不能相信 自己为之付出青春 付出情感 16年的这个男人 最终竟会弃她而去 张晓清向丈夫提出了 度过最后一晚的请求 然而她绝望的表达 并没有换来同情 相反是催促她离开的辱骂 不要连着女人 我走吧 你走 时间已近午夜12点 雪峰和王丽把张晓清 赶到客厅的沙发 倒着婴儿到卧室休息 看到丈夫毫无顾忌的 在自己面前和王丽亲热 张晓清的脑海中 闪过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我非定道砍就给你一个教训 我老公说 小子你别砍了 我不离分了 我不离分了 我一听着心软了 就都给放下来了 雪峰和王丽独门而逃 几分钟之后 楼下响起了警笛声 雪峰和王丽逃出后 立即抱了警 这个举动将张晓清的愤怒 瞬间推向了顶点 我好你们 我说你们俩 你不认我不信 我跟你小孩同归于尽 张晓清抱着王丽和雪峰的两个女儿 走向三楼的阳台 被惊醒的大女儿 在身后拼命地呼唤着母亲 妈呀你别跳 妈呀你别跳 爸不要你我要你 我当时听到她发特别感动 她发呆了 手都不到扎回事松了一下 让小孩掉下去 你有什么跟别的妈妈不一样 给家庭不要破了 特别渴望幸福的家庭 到那个时候 我在想到自己的家人怎么办 妈 我恨你恨你 之前把小孩坐牢了 都说妈妈对不起 毁了我自己 还毁了我哥哥 其实放手也是一种幸福 2010年7月1日 张晓清进入监狱服刑 她疯狂的举动 造成最小的孩子死亡 其他三人重伤的后果 张晓清不得不用15年的光阴 来偿还自己的罪过 对这两个小孩吧 毕竟是无辜的 真的特别愧疚 对无辜生命的忏悔 时时折磨着张晓清 她知道只有改造 才能洗刷她的罪孽 长期的这种压抑 得不到适当的宣泄 非得无助 她选择的激情犯罪 如何就是扶贫她们内心的创生 培养她们的独立的能力 减少对亲人的这种依赖 她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在孤独和煎熬中度过了七年后 张晓清获得了一次宝贵的减刑机会 然而她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奋 反而是更加低沉 情绪更低落了 经常闷闷不乐的 张晓清在担忧什么呢 之前的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忍让和纵容 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张晓清入狱以来的表现 心理咨询师马警官觉得 释放她的情绪是当务之急 但是张晓清的情绪释放点究竟会在哪里呢 马警官请张晓清在一张纸上 写下一个最令她无法释怀的人的名字 张晓清略显迟疑后写下了王力 你快走 你快滚蛋 我不要你住在家里 你快落滚 你为什么要那么粗鲁逼人呢 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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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多年前的隐忍和愤怒 此时得到了释法 马警官知道 这时的张晓清戒备心理应该也有所松动 于是她趁热打铁和她聊了起来 没有想到随着交流的深入 张晓清的情绪突然让大家始疗未及 我恨我恨你 我恨我恨我恨你 我恨你想跟你说说 我恨你给你说说吧 当提到自己的母亲的时候 她所有的委屈 她所有的内心冲突 她所有的 她所有的思念 一下子就出来了 原来在张晓清记忆的深处 一直掩藏着一段 不堪回首的往事 张晓清生长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农村家庭 性格懦弱的父亲和母亲经常争吵 一次在亲戚界的冲突中 张晓清的母亲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回到家向丈夫哭诉 而张晓清的父亲只是沉默一对 无法忍受的母亲终于在一个清晨离家出走 远赴他乡 母亲离家时 模糊的片段留在了只有三岁的张晓清的记忆中 从那之后 张晓清心中天天呼唤着妈妈的归来 然而母亲却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 在童年的不幸 带给他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当家庭出现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力量 他没有力量和没有办法去 也不想离开这个家庭 我不希望我小时候 没有得到的爱 长大分后还得不住 其实我真的很失败 还是失败了 正是这种从小缺乏亲情的关爱 对爱的过分渴求与害怕丧失 让张晓清的价值判断产生了扭曲 那么 发生在张晓清身上的悲剧 会不会又在他女儿的身上重演呢 最后一次接见是2016年吧 前剧长李欣慰了解到 民警们的担忧正是张晓清 一直的纠结所在 入狱时女儿只有七岁 五年前见过一面后 至今杳无音讯 同时丈夫的态度也令她心烦意乱 就在张晓清刚刚入狱时 雪峰给她写过很多封信 表示原谅她 并且会一直等待着她 然而就在两年前 雪峰换掉了手机号码 如时辰大海般的再也找不到踪迹 丈夫扑朔迷离的行为背后 是否存在着什么隐情 未来 对于张晓清 就像深陷在迷雾之中 看不到方向 为了解除张晓清的思想包袱 避免悲剧重演 银姐们开始帮助她联系家人 不知为何 张晓清能提供的所有电话号码 都无法接通 最后只剩下唯一的线索 雪峰老家的地址 李欣未决定亲自到雪峰老家 看个究竟 面对镜头 她迎合落泪 毕竟我只是个孩子 别该让我来承受这件 面对过往 她承受了怎样不堪的重负 谁又会赐予她 赞生的勇气 高墙铁网内 他们能否得到最终的救赎 忏悲录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 拿什么拯救 我的爱正在播出 在行驶了四个小时后 李欣未和同事进入到唐河县 这里就是雪峰的老家 李欣未试着拨打雪峰哥哥的电话 突然一只无人接听的电话被接通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原来雪峰的哥哥在外地打工 嫂子一直拿着这部手机 雪峰的嫂子告诉李欣未 出事后雪峰就带着女儿们回到了老家 只是行踪不定 李欣未提出想见见大女儿露露 雪峰的嫂子犹豫地表示 自己只能联系露露 但是露露是否愿意相见 她也不能肯定 李欣未怀着紧张而期待的心情 按照雪峰嫂子的提示 向雪峰的老家急急忙忙地奔去 露露究竟愿不愿听到妈妈的消息呢 而且露露对爸爸妈妈的态度和想法是 露露的一段话让李欣未感到五味杂陈 我爸也恨过 她女儿也恨过 当然我妈也恨过 毕竟我只是个孩子 没该让我来承受这件 她不能那么自私 让我牵扯到她们三个的围园里面 十五岁的露露 她的境遇让大家唏嘘不已 李欣未想见雪峰的愿望也越发强烈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在这个悲剧中 她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 在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后面 她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 李欣未向露露提出让爸爸过来一趟 露露拨通了电话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便挂断了 眼看天色渐晚 一星人心中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雪峰很可能不会出现了 正在这时大门一阵响动 进来的人竟然正是雪峰 原来出事后打工的地方待不下去了 雪峰被迫回到了老家 他只能用面包车载客来贴补家用 雪峰说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心里焦脆 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一直有一个难言之隐 压得他不堪重负 雪峰兄弟姊妹一共六人 雪峰和哥哥是家中的男孩 十几年前哥哥唯一的儿子小君 在一场疾病后成为了聋哑人 这让一心有一个男孩为家族传宗接代的雪峰父母 格外忧虑 说这个家嘛好像就是要散 因为姑娘早晚就要出家嘛 是我爷爷心里面的感觉遗憾吧 正是无形的压力与人举增 终于驱使雪峰铤而走险 迈出了背叛妻子的第一步 而正是这一步将这个家庭引向了悲剧的深渊 事发后一个月 雪峰的父亲在得知整个事件后 一时弃急引发急症 于2010年1月离开了人世 老人最终也没有见到他期盼已久的孙子 出了这个事 亲戚朋友跟你说都很熟烈忘 说是好 很熟很熟烈忘 你们俩绝对跟你说太丢人了 很熟很熟烈忘 几乎都不烈忘 这个难力跟你说 一大侧不能反 反了跟你说 家庭没有事也没有 你站不起来 肯定站起来 非常非常的后悔 真的后悔 后悔 也没办法 在雪峰的忏悔中 家坊进入了卫生 当李鑫卫提出 希望父女俩能一同回去看望张晓清时 陆鲁当即表示同意 而雪峰则表示 因为愧对张晓清 没有勇气面对 再困难的事情就是说 想办法 也可以一年 去看他一次 最后悔 путеше 冲削 冲剧 五年未见 她变成了什么模样 会不会像上一次一样 谨笑慎微 甚至更糟 都是妈妈对不起 当时一直冲动 没有照顾好一点 所以一夜都是妈妈的团 你不会怪我婆婆 你怎么想 你可带回你 你怎么 我女俩的泪水 瞬间把七年来的隔禾与梳梨 重刷得一干二净 她俩走不到一起了 那我还是会去找她 我还是她女儿 我和她 那是拆散不了的母女关系 以前我不确定她 非非认我呀 非非恨我呀 但是我今天 她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 得到亲人谅解的张晓青 也获得了重新选择生活的勇气 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 她将用改造继续洗刷罪孽 用坚强重塑新生 在这个一城世事的悲剧中 三位当事人都是受害者 也都是造成悲剧的因素之一 如果当初他们可以进行另外一种选择 这个家庭悲剧的结局 也就不会成为现实 人生在于选择 什么样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你的选择就会是你的命运 导致你的结局 每个人选择都和你原生家庭 知识积累 个人的成长经历直接相关 我们应该有更达官的 更成熟的选择 如果时光能倒流 我都会选择离开 带着我女儿 女儿也能过好 我也能把她抚养成人 我自己也不会犯罪了 其实放手也是一种幸福 妈妈 对不起 高强之内 她痛不欲生 就不能听见别人说妈妈 十年光阴 她罪孽难消 我想跟她说什么对不起 迷途的灵魂怎样救赎 家庭的这个温暖 在她心里边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家庭的爱与伤 如何不再重新 忏悔录 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 家之商即将播出